歡迎來到巨江汽車 嗨 為什麼牠那麼高 你看牠的腳就知道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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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來介紹一台 一般民眾都不太會去寄的車子 通常如果家庭要買棄人座的車 通常都會買什麼車 雙典就PREVIA或AUDUS LM咧 那個可能是家裡還有別台車 正常沒有買LM的話就是買HAPA 非常搶手的車 但我記得七人座蠻多選擇的啦 XC90 XC90 SKODA的不是也有嗎 有啊 大中小 可是那個都比較算是5加2 第三百公斤比較小 再來就是八人座九人座 那個車子就太大 那種布丁狗啊 然後倫比啊 現代那種史達瑞茨 我不知道 很好 比較屬於商用 你今天要介紹什麼車呢 今天這台車是21年的納茲捷UART 它是健康樂火 它除了福祉車的功能之外 它也是正七人座的 以往你如果買福祉車的話 基本上你不會去考慮到七人座這東西 對 因為福祉車後面就是放輪椅 所以大家都覺得好 五人座就夠用了 對 但是我們今天呢 覺得我們不需要福祉車 我們把它當七人座 啊 福祉車有分三個等級 反正前面兩個都是5加1 然後熱活自行 熱活環境 健康熱活七人座 基本上它給你的配備幾乎多用 就是俗稱的ADAS 就是ACC 然後包含電文 那其實我覺得 我對它比較在意的就是 它的內部空間 以七人座這種車款來講 它的內部空間算大 尤其是第三版 但你們看一下外觀 滿前衛的 它新款的話更前衛 欸 我覺得新款的有點太圓潤嗎 我覺得差不多 它就是前面那個進風的有改嘛 對不對 就是寶桿不一樣 因為就是那個 一樣是L開頭 什麼意思 你不知道 它改完錢包桿一樣 很像那個L開頭 然後同樣都是L開頭 比較貴的L 噔噔噔噔 然後呢 它的大燈跟方燈是本開的 上面是方向燈 然後下面是大燈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既然座它是配雙色街角旅行 18吋 然後環景也有 你可以看到貨照鏡下面有鏡頭 超大一顆 這個萬年了 它們環景一直拿來縮嘴 我是不是太偏見了 不好意思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車款其實7人座 我等一下直接帶你們試空間 因為我覺得外觀其實 沒什麼特別的重要 這個第三排是不是 好像蠻大的 蠻大的啊 那塞你應該沒問題喔 塞兩個我都沒問題 好 試試看 我就直接坐後面囉 對啊 頭頂到了 它還可以往後移啊 還可以調角度嗎 可以啊你看喔 喔 而且我腳是沒有到不舒服 雖然說已經沒什麼空間 想一下如果兩個人坐 空間可以吧 OK啊 很寬 夠寬 然後 前面的座椅的話 基本上是可以前後滑椅 我覺得現在這樣子算夠用 而且它這邊 它有出風口 但是你們剛都沒開我熱得要命 怎麼開 喔 前面喔 第二排的 這邊還可以掛東西 然後正常 如果你7人座沒有使用的話 是掛椅子 喔 以市面上看的話 除非它自家的啦 它自家再上去就是M7嘛 M7它還比較大一點 因為它比較長 但我覺得相對其他品牌 那種7人座MP不輸啊 空間不輸 而且椅子滿好坐的 對 很軟 那基本上呢 像這種7人座啊 不能少的就是什麼 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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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用司機 御用司機 結束了 已經結束了 這台車你有印象嗎 之前超過不少台 6人座的 7人座的都有 可是我記得5加1的是 原車就配輪椅對不對 對 它這個輪椅要買 等一下就各自圍到自己的座位 你是駕駛座 司機小攀上線 我們剛剛上車啊 然後就很熱很悶 就看了這邊有溫度 然後這邊有溫度 就開始按 欸 奇怪為什麼是音量 這邊給我寫室外溫度 它是單區恆溫 可是它很貼心是 有室外的溫度給你做參考 它東西全部都整合在這邊 可是如果說台顯的話 其實資訊還滿多的 它基本上時速啊 跟一些的檔位 一些油表啊 水溫啊 一些哩哩哩哩的那邊 它都是做在這個螢幕裡面 所以啊 哪天這個螢幕掛掉的時候 就是沒有 你只剩下抬頭顯示可以 因為抬頭顯示有些顯示速度跟檔位 然後開高速的時候你壓到線 它會告訴你說你是壓在左側還是右側 哦 它那個後照鏡那個顯示是什麼 除霧嗎 除霧啊 除霧 看一下它到底有什麼功能 那你現在怎麼用它都不會跳 是要往這邊滑 哦 哦 打發亮燈的話它會強制介入就是 你的另外一側的攝像口 就打哪邊它就會開哪邊的攝像口 對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比較 我不知道是不是原廠的設計啦 就是它的畫質沒有那麼高 然後如果說太陽比較大的時候 你這個螢幕基本上是看不太清楚的 看一下 剛剛很屌欸 躲破碗箱出來是原 它沒什麼按鍵欸 就Auto Holder 手煞車跟那個自動電車 自動電車 二排椅收紙 你就按然後它們兩個就 夾起來 不是夾起來的概念 那個是什麼 黑黑的 GoPro 它是錄是所有鏡頭都在錄欸 欸 很好啊 很清楚啊 前後 左右 左右 然後前面有兩顆 上面一個 下面一個 就不用另外再買行車紀錄 開起來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沒有那麼晃吧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只有遇到那個 典數帶的話真的要放慢行駛 因為車高比較高 車子又比較大盤 所以它跳的那個感受會很明顯 因為剛才這樣開起來我覺得在高速上啦 就變換車道的時候要真的要慢一點 因為它車子很高 所以其實 就是 就是會這樣會比較 實測給他們看欸喔 對 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變換車道 你距離第一個要抓到大 然後慢慢過去 你不要想做一個瞬間這樣子 因為車子會很危險 它有導航耶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尺寸比一般我們知道的正氣人座還要方便 沒有那麼寬 不知道這台車跑山怎麼樣 那我要補照性下車 這是不是有太平高 我覺得是座椅比較高 不知道誰把它調起來的 你開車這樣開你後照性只看得到輪胎一點 後照性是可以調的 哈哈哈 好了 因為之前有看我們的影片應該有記得 有一集我們去西恩之家 那今天看起來有點不一樣的地方是 因為他們在去年的時候就已經找新的場地 然後今年也順利的搬遷過來 然後當然就是來二房 隨便帶點東西給小朋友們 不多說 那我們就先進去看一下 GO 嗨主任 嗨主任好久不見 大家好 大家好 很高興我們巨匠的夥伴們 一起帶到西恩之家這裡來 然後又送了我們這麼好的禮物 環境都不一樣了 我們之前那個在小小的觀山上 小小的房子 在這裡有很大的一個空間 你了解一下我們現在的狀況 聽說就是有其他新增的項目嘛 對 稍微麻煩主任再帶我們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 大眾在關注的 像嬰兒受虐兒童的部分 是真的偏少 那當然就是希望有這個平台 可以讓大家多去注意 我們可以再去關注哪些小朋友這樣子 謝謝 謝謝 哇大家也已經應該是一年沒見了 聽說我們這一位好像 一個不小心 一個不小心 自己有生小孩 可以去體會到 那個小孩子他們的需要 而且能夠更體會到 我們在照顧寶寶 過程當中的一些的需要 那我就來大家 來環境看一下 我們的新家的空間 好 讚好 房主任 耶 現在帶大家在一樓這裡 是我們的大的遊戲室 那除了是讓我們的寶寶在這裡 可以有一個大的活動空間之外 那也可以讓寶寶在這裡 去接受復健 我們也會讓社區的 發展遲緩或是身心障礙的孩子 也一起來這裡接受復健 復健兼遊戲室的功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喔 這個是要給那個孩子們 他們做復健的 感覺同樣的訓練 訓練他們的前庭的這個地方 讓這些我們發展遲緩 或是身心障礙的孩子 復健擺盪的過程當中 他們的前庭可以發育的更完整 那除了這些的訓練之外 我們也有放了一些的 比較大的遊具 讓孩子們可以在這裡 玩溜滑梯啦 或者是配拼圖 讓他們再去做爬行的練習這樣 廚房學習的角落 就讓他們在做廚房的扮演遊戲 那學習在家庭生活上面 他們應該要學習到的一些的技能 以後幫助他們 也可以在回到家庭被收養的時候 就比較熟悉一些 生活的一個環境這樣 最近才剛搬過來 比較大的設備先把它弄完整 櫃子裡面還有一些的空間 就是還需要一些教具 我們會再邀請一些的朋友們 可以再捐贈我們一些的教具 充實這裡的教具設備 主任我想詢問 它這個地板是有經過處理的 因為踩起來是真的比較軟 因為我們這個遊戲室 主要是針對 未三歲以下的小孩子準備的遊戲室 所以下面這些的房狀地墊 都是有高三公分厚度的 所以當然孩子在這裡 不小心跌倒啦 都不會痛 主任剛才帶我們上來二樓 就是小朋友的空間 所以大家都需要戴口罩 對 要保護小朋友 對 因為二樓這裡 主要是我們寶寶的活動空間 之前在原來的舊家 那時候我們只能照顧到0到2歲 那現在在這裡 就可以擴大照顧到6歲 我們從原來的14床到現在 就是這個空間可以有24床 看到的就是小楊家 就是我們兩歲以下的孩子 是住在這個地方 等一下在大家過去的地方 是在兩歲以上 兩歲到六歲的孩子 是在另外的小熊家 也比較大的活動空間 就跟以往 這是差很多的 活動空間也比較大 17位的兩歲以下的寶寶在這裡 然後小熊家就是2到6歲的 就是有六床 有六個孩子這樣 我帶大家過來這邊看一下 那我們也比較要注意到 孩子的這些健康的問題 我們在這裡主要規劃 有三間的隔離室 那是要預防就是說 如果寶寶他們有生病啊 感冒咳嗽的問題 有些可能是拉肚子的 所以依照不同的健康的狀況 做不同的隔離 那特別這一間就是保健室 有那個定期 跟一些小兒科的醫生合作 他們會到這裡來幫孩子們 做定期的健康檢查 他們的家長會到這裡來 要來跟孩子做親子互動的時候 就會在這裡 我們就會做一些簡單的 育兒指導的部分 就會在第一個 那個會議室的空間講 那現在帶大家來這裡 是我們的小熊家 小熊家是照顧兩歲以上 到六歲的孩子們 那這裡可以有提供六個床位 他在幹什麼呢 很多可愛的小朋友 在吃點心 就不進去打攪他們 你看我們這邊怪叔叔在窗戶 外面 會不會被嚇到 有一個倒了一下 這個是 這是我們用筒的藥 他平常日常的用藥 因為他是一位腦性麻痺的小孩 西恩之家的生命鬥士 一個人就要這麼多 他平常一個人都要吃 吃這麼多的藥 天啊 就是保養品之類的 好 謝謝 好 掰掰 接下來帶大家來到我們三樓的這個空間 那因為我們法規的關係在一樓 其實大家剛才看到 都有很多的停車位 那我們就想說 在哪個地方可以讓孩子們 有一個比較好的跟安全性的戶外空間 因為我們一二樓跟三四樓 建築體是做交叉錯落的方式 所以我們就用二樓的這個 露台的地方 就可以當成孩子的空中花園 然後比較戶外的一個遊戲的地方 差不多有七十坪的一個空間 很大 對啊 就可以在這裡 騎腳踏側小小的賽道 賽跑都可以在這裡活動 好 因為四樓的這個空間 我們主要是要提供 外籍移工的懷孕婦女 那因為他們在台灣工作 主要都是照顧我們的養護中心的服務 或者是說在家庭裡面的居家的看護 那他們來到這裡 如果說不小心他懷孕了 那他要準備回到他們的國家生產的時候 那這段時間 他萬一被那個我們雇主 他惡意的來資遣他的時候 他在等到回國這段時間 就需要有一個地方 能夠讓他有一個安置 然後在這裡準備待產的地方 也在今年高雄市政府的勞工局合作 補助經費 那我們就把空間跟設備 提供給這些的外籍移工的婦女 那這裡一個安置的地方比較特別 是因為這個空間裡面 我們總共有規劃八個床位 不只讓他們住得比較舒適 其實大家看都是無障礙的 不像我們一般所熟悉的 看到我們外籍朋友 他們來到台灣 尤其在工廠工作的時候 他們那個空間其實都是比較像在宿舍的感覺 然後佈置的部分都有東南亞的那個文化跟那個 泰奶 對對對 泰奶的顏色 對泰奶的顏色牆壁 而且他就是很像一個家庭 因為他有廚房 有客廳 然後房間 然後衛浴設備非常的齊全 而且很難 所以就是非常符合我們溫清的家庭 可以讓你安置你寶寶 在這段時間可以好好的修養 阿爸嘎爸 這個就是印尼語的你好 因為這裡是我們的諮詢中心 這是提供我們有四種語種的外籍朋友的諮詢的地方 有印尼 越南 泰國 菲律賓的四種語種的朋友們 都可以打電話來這裡 如果針對懷孕的需要 或者是一些在台灣工作權益的需要 就可以打電話到這裡來 我們就提供諮詢服務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下一樓做志共 好的 第一個項目就是幫他們整理推車 因為他們固定每個月 都會帶小朋友出去走一走 那在出行之前 我們要先把車子消毒好 GO 現在的遊戲區域 然後我們來做他們這邊的地板的清掃跟玩具的消毒 然後你看那邊有個大朋友喔 搬到新家來了以後要照顧到24個寶寶 整個的那個服務經費其實是增加的 所以就很感謝很多的朋友們的支持 就可以讓我們可以這樣子順利的完工搬到這個地方 很多的設備都是很多的朋友們贊助 包括這個車道磚 其實我們本來的經費只有就是把水泥鋪一鋪啊 剛好有一些廠商說 我們家我們自己有在生產車道磚 就送給你們喔 讓我們在這個環境裡面就比較舒適 你看106年到現在也將近差不多有 才7年 7年的時間呢 除了謝謝大家之外 也要跟大家報告說 這裡是一個不只是幫助婦女跟嬰兒的一個照顧人權的地方 也是我們台灣喔應該是第一座無國界的福音綜合福利大樓 讓西恩之家有機會能夠在這個新的一年裡面 有一些新的服務要展開 還有我們要開始擴大到整個社區的服務工作 也希望大家能夠繼續再來支持我們西恩之家 我們今天二訪西恩之家 因為從他們去年的時候就是有提到 我們就一直來關注 那確實環境改善了很多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follow到這邊啦 因為像西恩之家這個是比較少有人知道的 就像透過這個平台可以讓大家了解到 原本在一樓看就是覺得好像沒什麼 可是看到小朋友的時候就覺得 好像生 不是靠腰喔 當你看到小朋友你就會去想 為什麼他們會出現在這裡 那你沒有能力然後你還要去做這些事情 就會覺得他們比較可憐 至少有地方放他們去 你看他很像那個主播 就是對主那樣 因為我也是第二次來嘛 所以我第一次的感觸也會 比較多是他一開始他們的機構會比較小 因為那時候是在一般的住家裡面 現在已經蓋這麼完善的一個中心 我覺得非常的棒 然後也很感謝大家的贊助跟捐贈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重視這個受虐兒的部分 因為其實很多小寶寶都是因為可能家庭都是有暴力傾向或者是父母吸毒的部分 對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支持這些機構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小兒捐贈的話 你也可以去看他們的臉書 或是搜尋西恩之家的網站 都可以做小兒的捐助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這台車有興趣自己上去網頁上看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然後分享然後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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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皂 掰掰 啊 掰掰 efect